当年灵异被调查 最后被无罪释放了 那她就是无罪 再说 这世界上比你更崇拜唐老师的 灵异啊 绝对算一个 而且这家伙对钱特别没有概念 你说她是为了钱陷害唐老师 不可能 我是不信的 那你算不算一个 我不想给唐老师丢人 我就不算了吧 干杯 干杯 你这消息可靠吗 当然可靠了 我这消息可是从董事长办公室传出来的 哎 我还听说啊 这个鸾总监啊 他连辞呈都递交到了一圈 现在啊就等着把股份一卖 拿钱就走人 哎 鸾总监只是一个小股东 他占比又不多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呢 他把股份卖给谁 那当然是卖给董事长了 你想想看 他们平时关系多好呀 不是又是喝茶 又是喝酒 又是打高尔夫的吗 是不是 那可不一定 是不是 又开始八卦了你们 给 你要的签字 谢谢顾总监 没八卦 这是在说鸾总监要卖股份的事 嗯 鸾总监要卖掉自己的股份 对啊 所以小星在猜嘛 他会把股份卖给董事长 但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鸾总监真的想把自己的股份 卖给董事长的话 他们可以直接私底下就转让了 何必非要跑到大会上 去说他要把股份卖出去呢 他分明就是想引起两大阵容的对立 把自己的股价敞高 这才是中心目标 这公司怎么这么复杂呀 他好好的 为什么要卖他的股份啊 哎 鸾总监的儿子得癌症去世了 嗯 他发心想建立一支癌症儿童基金 到了这个年纪经历这种事 活明白了 想开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错啊 哎 李明康 你是不是知道的有点太多啦 闭 小琴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 这叫信息技术 学着点啊 嗯 工作去了 嗯 门没锁 哦 好 秋董 你是第一个来的 我早该来了 坐 亮亮 乖巧懂事的孩子 老天不开眼啊 也许是我 做你太多了吧 书风 你看你这话怎么说的 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跟我聊聊吧 我想说的在会上都已经说过了 我们相识那么多年了 你股份的那些事 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聊聊吗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股份给卖了呢 我需要钱 办一个基金 书风啊 你是不是 人到中年改走佛系路线了 我告诉你啊 我始终认为 人活着 该吃斋的吃斋 该吃肉的吃肉 你都吃了半辈子的荤腥了 现在突然说是 要去尽心念经了 而且 还搞什么公益基金 你 你让我们无所失从啊 嗯 我不是一时冲动 也不是偷脑发昏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好 开个价 你这么干脆 好 那我也干脆一点 姨姨 你看你看你看 你还说你的脑子不晕 你 你在开玩笑 你觉得我现在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吗 叔父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那些股份也就值个五六千万 价格由我出 买不买你决定 叔父 这里我可要提醒你 你的那些股份怎么来的 你我大家心里面都很明白 怎么来的 是我替你们干了 我该干的事 是我用孩子的命换来的 你嫌高是吧 我跟你说 我还嫌要的少了呢 别说是为我们干 你是为你自己 做生意 本来讲究的就是你情我运 谁也没有拿炸药包逼着你去干 好 好 我做了你 现在 我要赎罪 一药就去抽钱 不要随便 好 既然如此 我先告辞 ivities 不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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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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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贵了 明明 来 自己玩啊 坐 这些孩子啊 小小年纪 全是癌症患者 我知道 你也是冲我股份来的吧 确实是 你来之前 邱董来找过我 我给他的报价是一个亿 给你是五千万 可以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冬城采购部 需要一位专业的采购经理 可以 等我消息 好 沈博 马上给我联系一个有经验的律师 咨询一下股权质押和房产出售的 相关细节 要快啊 蓝总监 嗯 顾兴颜 又是您啊 我这次不是为了钻石的事情来找您的 我听说 您要建立一支基金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我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聊一下 好 走 屋里说 随便坐啊 不好意思 家里比较乱 我太太这两天回娘家了 我听说 您要出售冬城的股份 是啊 如果我帮您成功地把这支基金建立起来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希望您可以保留您的股份 不要卖给林总 也不要卖给董事长 至少持股 三年以上 你这个要求 很特别啊 我很费解啊 公司里的人 要么就是站在董事长一边 要么就是支持林总 你这是 冬城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起色 我不希望因为您的股权转移 让公司发生任何的动荡还有混乱 真是一个 心系公司大事的好员工啊 这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 不被人理解的小怪癖吧 您就当作这是我的一个怪癖 你懂基金运作吗 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 曾经为了帮助格林兰海报 在学校发起过一支基金 规模很小 但是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您懂得基金的运作 而我可以想办法 筹集到更多的钱 这不正是基金所需要的吗 好 我答应你这个古怪的要求 如果你能够筹集到资金 我替医院里那些孩子们谢谢你 您客气了 另外 我想要跟您打听一件事 你说 采购部最近几笔 钻石交易的合作方 是不是一个叫陶乐琪的人 您跟他熟识吗 这个人啊 是董事长介绍的供应商 我见过几次面 知道了 行了 那就不多做打扰了 关于基金的事情 我们近期再详细地沟通 好 谢谢 告辞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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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уд 一 translates 车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 也许爱静静在腹里打转 悲开释怀 很短暂又重来 有时候自问自答 我不要困难把我们积散 对自己那么不勇敢 遗憾没有到达 拥抱过还是害怕 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 行言 你病了 没有 就是打了几个喷嚏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大周末的还把你抓出来 求之不得 全当是跟你约会了 不过一会儿 要去跟一群小朋友约会的话 你愿不愿意啊 跟小朋友约什么会儿 卵总监呢 他创建了一支专门救助 贫困癌症儿童的基金会 我想去帮助他 你愿不愿意加入啊 我当然愿意加入了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不生病 你也不去生病 因为我见到你的时候 比较没有抵抗力 来吧 把你的抵抗力贴上 把手给我 什么呀 抵抗力贴 抵抗力 神经病啊你 我好幸福啊 小朋友们 你们一个一个一个都画过画 对吗 对 老师我画过画可是我画的不好 怎么会画得不好呢 其实不管是画得好还是画得不好 这只是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最重要的是 画出自己心目中 真正想要画的那个东西 对吗 对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把自己心目中 最想画的画面给画出来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画画吧 哎 门总监 哎 顾总监 辛苦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呢 打算把孩子们的话 生成相应的卡通图案 制作成配饰放在网上众筹 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 我们就定为重生 我们就用人工钻石 既可以降低成本 又契合这次的主题 然后再跟下一季的活动一起推出 您觉得哪儿 行 你这个点子特别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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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去看看孩子的画吧 好 好棒啊 真好 你这画的什么 哇 漂亮 怎么样 很好看 好 好 哥 来 这是要搬家啊 打算把房子给卖了 为什么呀 我准备把鸾总监手里的股权给买过来 他的股权不会卖给你的 知道什么呀 知道什么呀 我们都谈好了 不是 喂 鸾总监你好 林总 你好 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我决定不出售我的股权了 为什么呀 是私人原因吧 不过最直接的原因 是我找到了建立基金的资金来源 如果基金运作得好 规模应该不小 好吧 我尊重您的决定 好 谢谢 谢谢林总 消息够灵通的呀 蓝总监的股权真的不慢 我也是公司的一员啊 哥 有的时候您还得相信小道消息的力量 这就是唐老师吧 对啊 这是唐老师和他女儿的照片 我怎么觉得 这个女孩我在哪儿见过啊 怎么可能啊 我找了她那么多年都没找着她 要找她还不容易 找我帮忙啊 哥 你看她手上戴的戒指 一看就是手工定制的 全世界肯定没有地儿 你把这照片给我 我把这图啊抠下来 行了 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 晚上在这儿吃饭啊 去 做饭去 得嘞 你们看看这些 这是一些患了癌症儿童的画作 你说的孩子 是跟蓝总监儿子在一个医院的吗 嗯 我打算把这些定为下一季的主题 当然前提是 要把这些画作 变成相应的卡通图案 再配以人工珠宝 我明白了 你是在帮蓝总监 筹筹那支基金对不对 你们俩都是部门里的骨干 要是有时间和精力 就一起吧 必须的 没问题 不过 这修改的标准是什么 修改的可制作可生产 但是务必要保留 原有画作的童真还有智能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晓卿 晓卿 好童真的画啊 哪儿来的 这是我们顾总监交代下来的新任务 说是帮这些癌症儿童的画作 做一些修改 改他们做什么 顾总监 再为蓝总监 筹筹一支基金 这是好事 行了 没事了 你吃吧 回见 回头见啊 什么急事约我到这儿来 过来杯咖啡 顾心颜在帮蓝总监做基金 谢谢 怪不得蓝总监的股权不卖了 你想过顾心颜这么做的目的吗 他跟蓝淑峰可是非金非雇 我为什么要这么帮他 你想说什么 你别忘了 李卓然一直对他照顾尤加 你不觉得顾心颜这部棋的背后操盘手 应该是李卓然吗 他们现在在正面没办法以理想的价格 买到这些股权 所以就变着法地想些其他婉转的办法 晓晓 你是不是最近谍战局看多了 我不管你怎么想 我今天来就是把我知道这些情况告诉你 应该如何应付你自己想办法 太阳 辛苦你了啊 不仅要帮着我忙小朋友的事情 你还要送我回家 我完全不觉得累啊 差点给忘了 这个U盘里面 有那些小朋友画作的3D图 还有原文件 还有每一个作品背后的故事 交给你 这方面你是能人 网站的建设我就交给你了 我办事 你放心 那我们就初步定七天时间 看看一共可以众筹到多少钱 早点休息 拜拜 你也是 拜拜 哎呀 对吧 拜拜 겠다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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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s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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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这个看什么啊 我好吗 我什么员 很多人工夫 是什么呢 这些呢 是你们的画作 孩子们过来认领一下吧 对 来来来 宝宝 过来过来过来 这是我的大肥鹅 这是天鹅 这是我的小兔子 对 新颜姐姐能不能把这个花 送给我 我想送你留意 好啊 没问题 不过呢 这些设计图 现在还有一些用处 等我们用完了之后 我们就送给你们 好不好 好 好 那你们先好好看 郭总监 基金的事 我跟这边医院的持院长说过了 他呀 非常感兴趣 要不咱们一起去他办公室聊聊 好啊 稍等我一下 好 孩子们 你们先好好看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好吗 好 走吧 陈院长 陈先生 你来了 几位请进 院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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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吧 好 谢谢 坐 我给你提过的设计师 他们都来了 我姓迟 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我听阮先生提起过你们的存款方案 我觉得很有可惜性 也很有意义 有需要我们院方做的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那太好了 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把孩子的画 制作成了设计图 设计成品呢 也会放在网上进行众筹 所有参与众筹的人 都可以拿到实际的珠宝作为回报 现在呢 我们需要有知名机构的支持 这样才更加会有公信力 众筹起来才会更加容易成功 所以 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想要邀请您 作为这个基金的发起人之一 这个没问题 我愿意 我们可以在医院内部 发动职工 参与众筹 他们都会很积极的 好 谢谢 不客气 你申请这么多人工钻石 做什么 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呢 主打工艺 一方面可以帮卵总监 帮他把基金给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提高东城的 优秀企业形象 这次活动采取的材料 都是人工钻石 目的就是控制成本 帮卵树峰筹建基金 你们设计部的工作量 不饱和吗 还有 我建议的 围绕采购部那边 库存钻石的活动 推进得怎么样了 你这次的活动 用那批钻石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 额外再申请人工钻石呢 那批库存钻呢 都是积累七十五分的 所以说成本比较高 如果说我们用那批钻石 很可能就收不回成本 另外 董事长 我听说卵总监为了建立这支基金 都已经动了转让股权的念头 如果说他的股权落在您的手里还好 如果落在别人的手里 所以啊 我们做这次活动呢 可以帮卵总监解了燃眉之急 而且也可以让他放弃转让股权的念头 行 那就按你的方案实施 谢谢董事长 另外 董事长 因为我们这次活动需要的人工钻石比较多 所以您能不能介绍我几家钻石供应商 做慈善是好事 我帮您安排 谢谢董事长 嗯 建议 董事长 你要的人工钻石 采购部的小旗 给你找过来了 顾总监 这是你要的原材料 谢谢 恐怕不行啊 董事长 我能不能见一下供货商 我想直接跟他们交流一下 因为这批钻石的大小 还有材质都不适合 不适合 这样吧 你把你需要的人工钻 列一个详细的单子给我 我直接帮你给到供货商 好 我去整理 这个茶的味道怎么样 好好喝 多喝点啊 陈院长 我们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杰吉 介绍一下众手的情况 你们猜猜看 你们猜猜看 到目前为止 我们筹集到了多少钱 有二百万吗 三百六十七万九千四百零五元 这是令人幸福的好消息啊 的确如此 完美 曲曼发来的在嘎那的照片 这位大明星 还真有爱心啊 是 怪不得这几天增长得这么快 是他的明星效应发挥了作用 走得这么高这么远了 还能保持这样的初心 真是挺不容易啊 我们也要开始忙了啊 那些众筹客户的珠宝产品 我们要尽快发挥了 你们忙得过来吗 放心吧 在约定的期限内一定可以的 好 扣除东城的成本和其他费用之外 全部投入到基金持中 基金账目 欢迎池院长 还有你们二位的监督 那我们就以茶代酒 干一杯吧 来 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出锅了 来了来了 最后一道菜来了 太棒了 我跟你说啊 我这道红烧鸡肉 可是逢聚会必量性的大菜 就是你尝尝啊 真的 真的 那话说回来了 星雅 这可是搬家之后 你第一次正式下厨吧 还真是 还真是 这可以算是我回国以后第一次下厨吧 那今天 咱们岂不是有口福了 你平时也太糊弄自己了 比在蒙特脸的时候啊都瘦了 我这是消肿的好不好 我是台湖黄体质 我这就做得很容易的 那个 杰奇啊 这个 你怎么不说我这两个月都瘦了七八斤呢 那不关心关心我 小青 你们两个都得补补 这也差不多 看到没 我这就叫做呀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行了行了 会哭的孩子 来来来我们干杯吧 来 我说说啊 我觉得啊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顾总监得讲两句啊 你别这么管聊 行不行 我们这是在家又不是在公司 不行 我们大家都采访采访你 来来来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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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叫你们过来呢 是想要感谢一下我亲爱的三位小伙伴们 如果没有你们 卵总监的那支癌症儿童基金会 也不会那么快地建立起来 众筹也就不可能会成功 石院长说了 就咱们这个举措啊 在他们的历史上 都是可歌可颂的 所以咱们呀 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 虽然说我们的能力有限吧 可是也都是发挥出来了 即使说我们只能帮到有限的孩子 但也算是有意义 来 为了这个意义 干一杯 口包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鸾总监 您怎么来了 早 顾总监 早早早 基金运作得还好吗 挺顺利 您先坐 顾总监 今天我来找你啊 是有一件事 想当面和您解释一下 好啊 您说 我还是决定 把我的股权转让出去 之前我答应过你 要持续持股三年 但是按现在形势来看 我做不到这一点 众筹虽然成功了 但是 我核算了孩子们的医疗费用之后 我发现这些钱 就是杯水撤薪远远不够 那如果我们再多搞几次 这样的活动呢 现在李卓然对我意见很大 我的事 他未必会支持 另外 时间不等人 多说时间是金钱 但在得了病的孩子们那儿 时间就是生命 原水解不了尽客 我明白了 阮总监 您不必遵守对我的承诺了 我能理解您的选择 谢谢 谢谢您能这么理解我 您方不方便告诉我 您准备把股权转让给谁呢 你可以想到哪儿了 Toussaint 他可以说 您是否计判 您的福利 您给取消风格 我会在董事会上支持你 对新采购部总结的任免 放心 我没问 好 林总啊 我想再多问一句 你说 加上我转让给你的股权 你手中的股权比例 已经相当可观了 有没有想过 要顶替李卓然 董事长一直任期三年 他的任期快到了 是 叔父 你今天是回来叙旧的吗 我只是辞去采购部总监一职 股权出让生效之前 我依然是董事会医员 安董 说话语气很硬啊 是不是找到新柱子了 怎么都在这站着不进去啊 就等你 你不来我们不敢进去 您元老啊 咱们这个董事会 很长时间没凑这么齐了啊 李总请 请 请 来 蓝总 请 你啊 今天的股东大会有三项议题 铝总监辞去采购部总监一职之后 我们需要尽快地选出新任的采购部总监 那邱董事今天有事不能来 授权我代表他 这件事本来就应该定下来 我提 严董事 同意严董出任采购部总监的 请举手 三票 回答半数 我提议 由张翰颖董事出任新任采购部总监 同意的请举手 六票 六票 通过 是李库位啊 别着急 骂人的话往后留一留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议题 关于蓝树峰转让股权一事 同意的请举手 林总 我打断一下 这种事情 如果你们事先都已经商量好的话 就不要召开这种刑事主义的会了 严董同意吗 我反对 好 反对一票 还有吗 反对三票 同意的请举手 过半数了 通过 叶小青同志 由于你最近的工作表现异常突出 所以我已经向人事部门申请 让你 单独负责一个设计小组 我 我要当小组长了 恭喜你小组长啊 太棒了 没想到我又有新年的甚至加薪 成组以后人生变得美丽多金 高兴得都变唱歌了 恭喜啊 但是确实是也不枉费你这段时间 这么努力认真的工作 大家都看在眼里 对 这么重要的时刻 难道不是应该发个朋友圈 记录一下吗 李明康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你这拐着弯着挤对我 告诉你 我现在很能沉得住气的 就算我要发朋友圈 那也等到 人事的文件到我手上 我再发 变成熟了 那是 毕竟现在人家是小组长了 来 小组长 这是你的 来 明康 这是你的 这什么 这是你们修改儿童画作的奖金 这么多 欣妍 这挺奇怪的 平时我们发奖金 不都是直接打到我们卡上的吗 怎么这次还给现金了 你确定这是公司发的吗 以我对东晨的了解 加加班 改改稿 绝对不是这个量级 我跟你说啊 这要不是公司给的 是你给我们俩的 我们俩可不能要 是公司发的 是公司发的 是这样的啊 我本来就是要跟公司 去申请你们的奖金 但是咱们公司 你们也是知道的 流程那么多 这真的打到你们卡上 也不知道要哪天了 所以这钱你们就先拿着 等到时候奖金到账了呢 你们请我吃饭 行吗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嗯 卡普 我们欠你一顿饭 两顿 三顿 成交 那我就不客气啦 谢谢啦 谢谢 下面最后一项 董事长的任期将满 我们要讨论一下 召开下一任董事大会的时间 以确认选出新的董事长 我反对 理由呢 50人 吉兰 超人 一点